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是更新 金米咖啡的知識以及開箱 所以如果對金米咖啡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推播囉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就是 大家看到了 請出了三台 家用頂規磨豆機 就是泰模的雕刻家 那這一台是 078 這一台是 078S 那這一台就是學長愛用的老機啦 就是小富士 那為什麼會把它放在一起呢 是因為其實它的規格也好 它的風味的等級也好 都算是家用磨豆機裡面的頂規存在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的磨豆機已經覺得用了 想要升級的話 這三台其實等級都非常非常的好 學長用起來也真的覺得不分宣資 但是特色上面各有一些差別 那接下來學長會根據四項 來跟大家聊一聊說 他們的優缺啦 第一項是關於它的刀盤跟風味的部分 那 078S 其實 078S 它是多服務了一個義式研磨 所以它可以磨得比較細 那 078基本上只能做手沖 頂多到摩卡戶 那就要聊到它的刀盤 他們這兩台刀盤都是78 小富士就是比較傳統嘛 大概54 55左右的刀盤 所以這兩個刀盤都大很多 它整體的風味的飽滿度 以及均勻度呢 其實都相當的不錯 不過 078它的特色是說它的刀盤的比較靠近內圈的部分呢 是比較像是銳刀的 銳利的刀 好像刀刃 那外圈的部分呢 一顆一顆就像是軌尺 那 078S呢就是內圈跟外圈都算是刀刃 那小富士當然都是整體就是平到就刀刃啦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就是 078它的風味的部分呢 乾淨度會是比較高的 因為它細粉率比較低嘛 對不對 所以整體來說甜度非常的好 酸質也表現得很好 但是乾淨度非常非常的高 那 078S呢它的細粉率就會高一點點 所以你喝起來會覺得東西好像比較多 但是呢複雜度也是略高略高的 那小富士當然 它是出名的地方就是香氣很強 酸質很強 但是呢也因為它是全銳刀的 所以它的控制不好的話 比較容易有雜味 就是也是沒那麼乾淨的 這是它們的三個的共同特色 那學長呢會覺得說 三台裡面我最喜歡的風味 絕對是 078S的 它的因為它乾淨 所以喝起來它的特殊風味的感受度呢 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如果以手沖來說的話 我覺得 078S真的是不錯 那第二點呢 就是關於它的轉速的部分 那這次雕刻家這兩台呢 都搭配了一個無刷電機的馬達 也因為這樣它就可以搭配一個轉速的旋鈕 就是在它的機身的後面 轉速呢可以從最低 800轉 一直到 1400轉可以調整 我們可以聽聽看聲音 這個是最低轉速 聽起來聲音慢慢的 然後呢慢慢的隨時一直轉 越來越快 然後一直轉到 1400 還是轉 明顯聲音變大聲了嘛對不對 轉速也變蠻快的 你開機以後 隨時都可以調整它的研磨轉速 也目前在家用機裡面 也只有雕刻家可以達成這個功能嘛 那對於我們的充足到底有什麼差異性呢 跟大家講 它是一個充足的情境上面的大突破 譬如說像小褲子它畢竟就是 只能調研磨度嘛對不對 那在雕刻家裡的情況之下 即使在同樣的一個研磨度裡面 我也可以藉由轉速來 調整它的粒徑分布 原則上呢我的轉速越快 它的細粉率會越高一些些 複雜度 風味喝起來複雜度會變高 乾淨度會降低 那轉速越慢的情況之下呢 我會越乾淨 那我們還想像一下 像平常喜歡用 V60 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用 078 可能會我的設計上面 會希望我的風味是香酸比較強一點點 就是比較活潑一點 這個時候呢 因為 078 本身的刀盤 它帶來的風味是比較乾淨一點點的 如果我想要再讓我的 V60 的風味 再更活潑一點的話 我就可以把我轉速調到 1400 轉 這個時候呢 更多一點點的細粉呢 配上我的 V60 就可以讓我的香酸的表現更為出彩一點點 然後再出現磨的情況之下很好喝 那如果呢 我換另外一個充足思考點 比如說我換了一個濾杯 比如說我用 Switch 或者是用平底濾杯 包括蛋糕濾杯 或者說像 Flow 最近喜歡買 很愛用的 Flow 那我可能就希望是 我的研磨度可以從 8.5 到 9 之間 轉到 6 左右 變成偏細研磨 這個時候呢 因為偏細研磨對不對 我要用浸泡系統 我就希望我的乾淨度 能夠提高一點點 因為本身萃取率就已經很高了 這時候我就可以把我的轉速調到 可能 900 轉 甚至於 800 轉 讓它的細粉力再降低一點點 維持它的乾淨度 讓我這個咖啡風味更乾淨 即使泡了比較久的時間會不怕 這個時候呢 就會充分的表現出這個 可以調轉速 為你帶來的風味 最後的加乘以及調整點 所以這個使用情境呢 我想各位如果有上手這台摩托機 你會發覺說 我更多時候會去餵一個充足系統 或是餵一個新的豆子 來去思考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調一下轉速 讓它的某個特質更強化 或是它的瑕疵能夠散得更乾淨 那第三個部分呢 是關於它的 整其他的使用體驗 包括它的 延步度轉盤 它的入豆以及豆槽的部分 好 那先講一下我的粉槽 這是一個磁吸的 所以放進去的時候就會吸住 這跟Fellow以前的十七粉杯很像 然後呢 包括這個 旋鈕的部分 它旋轉的過程之中呢 就會邊磨你邊旋轉 它就可以把我 卡在我的粗粉口 因為靜電嘛 卡在粗粉口的粉呢 盡量的推下來 推的效率是相當好 也是目前我相信 是家用機裡面 推的最乾淨的一個 所以這個我是非常非常愛使用 它卡在 出粉口的機率降得非常非常低 那蓋子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 它有一個斜斜的 一半 到一半的部分呢 就是蓋子 它的原始設計 是希望你到豆子的時候 就不用管蓋子 當然 事實上來說 偶爾還是會碰到豆子 會即使是 入豆的地方在這邊 還是會往這邊跳的狀況 偶爾還是會發聲 但是我覺得還好 基本上這個蓋子設計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的 所以整個使用體驗上面呢 我都覺得 確實是符合當代人會care的一些點 那當然現在小富士 不能怪它 已經設計了這麼多年了 那身為一個新機 它把這些東西設計進去 確實對於使用者來說 是比較舒服的 那最後呢 就是關於它的缺點的部分 我覺得 這次 雕刻家比較大的權 就是它的 刀盤 實在是有一點點 不容易拿下來 因為 除了這個刻度盤拿下來以外呢 裡面這個盤子也要拿下來 拿完以後呢 還要切一下六顆內六角螺絲 你要想辦法買內六角 剛剛好內六角 然後拆完以後呢 整個我覺得 如果是一般人的話 至少要拆個七八分鐘吧 然後再把它清乾淨再裝回去 所以我是覺得 實話說 比小富士還要繁瑣一點點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不是要補那個 潤滑油的話呢 你平常呢 我建議你還是不要 拆刀盤了 乾脆就買清潔錠 因為清潔錠便宜又好用 你也不用搞得這麼複雜 那真的不得已一年 或是半年 要補一次清潔油的話 那就拆吧 除了這一點之外 其他部分我都覺得 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OK 那以上四點 就是我覺得 這是雕刻家的一些優勢 還有缺點 那最後再補充一個 如果各位 煩惱要買078或078S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的心得 就078我覺得 以手沖來說 它確實是比較專業的手沖刀 所以喝起來的乾淨度 或者說它的活潑性 可以藉由那個 跑轉速來修正 所以整體 用它來做手沖的體驗 是相當的好的 也很容易乾淨 那078S呢 因為它多了一點點 希望可以做意識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確實 你確定會玩意識 而且想用078S來做意識 OK 那你挑078S的話 也是OK的 雖然它的風味 我覺得略輸一點點 輸078 但是其實也是蠻好喝的 沒有不好喝的問題 只是說 有比較有傷害 不比較其實都很好喝 你這樣分就好了 你也不要去太過糾結了 因為其實都是好喝的 包括小富士也都是好喝的 只是在使用體驗上面 還有功能的服務範圍 再差一點點 OK 以上就是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底下留言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